欢迎持续收看1300五间新闻 我是陈轩如 新闻一开始要带您来关心 新北检调侦办马胜集团吸金案 凌晨6点是把总裁张金素等四个人收押觐见 那他们是打着高报酬率口号 投资18个月就能回本 锁定家庭主妇吸金高达30亿元 那检方光是在主闲住处就搜出了1亿元的现金 只是要追踪马胜集团吸金成功的关键因素 就是因为他们旗下有许多超级讲师 那每一个都是麻雀变凤凰 常常接受财经媒体专访 正面形象再加上脸书常常po出炫耀的照片 不是买超跑就是买豪宅 那现在被剪掉侦办就赶快关闭脸书 但还是有会员在网络消毒 竟然说违反金融法并不代表诈骗吸金 实在太夸张 诈骗集团又出新花招 有一名被害的灵性女子 她接到诈骗集团电话 就打着医院的名号骗她的身份证 那就冒用申请就医证明 电话那一头还制造剧情假扮柜台人员 那会演这么大就是为了要取姓被害人 那这个歹徒是一骗再骗 一直到骗了第二次才被逮到 接着要来关心政治焦点 国民党总统初选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是越打越上轨道 但是现在党内却又有卡住的声音 就有人执意她在中南部没有人脉 选举经费也扛不起来 那洪秀柱她还是很有信心 她说这些都不会影响她继续向前的决心 好再来要看到真的很热血 在新北市有将近600名 快要成年满18岁的高中生 起了大早是整装待发 要从淡水河畔骑铁马到阴哥再回城 他们要顶着艳阳来个100公里大挑战 接着要带您来看 有网友在昨天在脸书po文说 一个犯下多起强盗案 还有性侵案的理性通气犯 先前假释出狱 有带上电子脚僚 但是没有想到她在今年1月初 就剪断这个脚僚就逃脱 现在行踪沉迷 所以贴出她的照片 希望大家多注意 警方也正在全力追弃 在医院竟然惊喘有色狼出没 新北市有一名男子 尾随女病患进入厕所席团 警卫上前询问的时候 男子竟然还动手打警卫 那根据了解 这一名男子常常是用借厕所来当幌子 对十多位的女性伸出过咸猪手 那是从护理人员到女病患都不放过 真的非常可恶 这个月22号 基隆有两名远警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有一辆行驶中的重机酒驾 那其实因为心虚想要从公车的左后方 逆向超车逃跑 却不小心撞到公车保险感 那最后男子还是被移送法办 接着要来关心日币大扁 那很多民众到日本玩一定会大买特买 尤其当地的零食也是采买重点 但是这个月15号开始 除了日本进口食品都要附上产地证明 还有辐射检验 就连去日本旅游带回来的食品 如果总重量超过6公斤也要附上证明 那这样的状况也引发外界争议 昨天日元线超对台币价位最低来到0.2488元 创下17年来最划算记录 让不少民众今天是持续换汇 而日币从年初行情到现在已经贬了超过7% 算一算一家四口 由东京迪士尼光门票就可以省400块 国人最爱买的水波炉 免税加上优惠也等于打了8折 除了换汇之外 大家想好周末要去哪里玩了吗 受到西南风影响 全台各地气温偏高 北部高温更是来到36度 中南部32度 不过周末想要出去玩的民众 可能要把握礼拜六这一天 因为礼拜天受到封面南下影响 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 会有震雨跟雷雨的机会 接着要带您来关心娱乐焦点 大陆女星范冰冰来台心情好 终于公开承认了 身旁的亲密伴侣 就是因为拍摄同步电视剧 认识的男演员李成 那范冰冰微博晒出跟李成的甜蜜合照 上面还写着我们 是大方成人跟李成正在热恋当中 而这也是他出道18年来 第一次主动公开恋情 其实两个人的绯闻 很多人都已经在讨论 那外传小两口早就已经见过双方父母 而且还在北京买了一栋豪华爱潮 只是先前双方都不愿意正面回应 让外界物理看花 那这一次终于大方认爱 粉丝们也纷纷献上祝福 另外来看到舒淇 才刚刚在坎城宣传玩电影《聂影娘》跟《寻龙爵》 还有马不停蹄出席 艺人任贤其自导自演的电影记者会 那舒淇也大方透露 自己当初会去香港拍戏 就是因为被一个男生穷追不舍 才落跑到香港开拓视野 广告后带您关心 MERS在韩国疫情持续延收 根据韩联社报道 疫情已经再增加两例 目前确诊患者已经高达有9个人 日本九州路尔岛南部外海的 头永梁布岛 今天发生大规模的火山喷发 日本政府也紧急撤离岛上居民 更多新闻内容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 要带您来看到 MERS在韩国的疫情持续延烧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疫情又增加两例 那目前确诊的患者已经有9个人 国内医生就担忧 短短两周内 MERS的疫情暴增 恐怕有增强的趋势 另外要带您来看到 日本九州路尔岛南部外海的 口永梁布岛 台湾时间上午9点左右 发生大规模火山喷发 大量火山烟尘直冲天际 是一度冲上了9000公尺 火山碎屑也是直冲海岸边 那气象厅就随即把火山警报 上调到最高的第五级 日本政府更紧急动员 赶快撤离岛上居民 镜头回到国内 要带您来看政治焦点 台北市政府打算改造老旧的市政大楼 还要动用2亿多的第二预备金 给建成智慧绿建筑 就被批评根本就在乱花钱 那柯文哲今天就说了 还是会考虑财政问题 不过他上任以来 因为常常说错话 而且也常常道歉 就让他的民调一直下滑 柯文哲是说他完全不以为意 台北市联委会大巨蛋 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建议北市府应该要移送 前台北市长马英九 跟前财政局长李树德 那阵风处先前是发文 给李树德要求道府说明 今天李树德也正式回韩 否认涉及图利 那李树德在回韩当中 也特别强调 当初跟马英九、赵藤雄 根本就没有密会密约 还是市府主动要求 要盈利权利金 要是远雄付出更多 那哪来的违法图利远雄呢 那他也批评 连政会调查报告错误百出 认为当初市长柯文哲 就已经表示 大巨蛋案合法不合理 指控连委会根本就有政治色彩 调查程序完全没有公正性 要求阵风处应该要重新调查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之后 要求交通部门加强取缔围停 几个月下来已经开了18000张围停罚单 但是却被议员指出 其实市府公务车违反交通法规的比例也高得吓人 尤其是警察局三年来扣掉执勤状况 总违规的件数竟然高达1800多件 接着要来看到高雄是一名省性男子 涉嫌贩卖第一二级毒品被警方盯上 警方搜集情报在他进行交易的时候上前围捕 只有没有想到这一名省性男子 竟然就开车冲撞警方 造成两名远警受了伤 新本市民邱姓男子开着百万名车到处卖毒品 昨天下午他开车到三重中华路上 是把车子停在路边要下车吃东西 但当场被警方逮捕 那警方就发现他车上不只是有安非他命海洛因 甚至还有两支冲锋枪 接着要来看到台东一名陈小姐 在距离警局不远的地方围庭 被警方开单而且要求出示证件 但陈小姐不愿意配合取缔 而且还质疑对方是假警察 双方就爆发冲突 那这个陈小姐他就把过程po上网 他说警方拉扯他的头发 而且还拔枪上膛 但是网友看了就说 他明明就是围庭在先 为什么不乖乖配合 远警执勤违规停车 然后就掏出枪了 那这位作风强异的远警 其实也曾经上过新闻版面 今年1月正姓远警就搭着警车 准备要返回派出所 他看到有一名19岁的少年 没有戴安全帽 还在警局前面等红灯 准备要拦查 结果没有想到少年 就马上骑机车要准备逃跑 那这个时候 正姓远警手已经搭在少年的肩膀 就这样子被少年载着 在马路上贴地大转弯 只能说这个远警真的太认真了 所以也被封为警局门神 提醒大家 走路的时候还是要专心一点 在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的一名低头族 就是因为玩手机太专心 走路的时候 他不小心就踩到地上的蛇 而且还被蛇咬了一口 整个过程都被拍了下来 讲到警匪追逐的话 大家应该会觉得很惊心动魄 但是要看到美国德州最近是上演了 归宿的警匪追逐 警察在追一个毒贩的车的时候 竟然是用史上最慢的速度在追车 每小时开不到8公里 比骑脚踏车还要慢 访问后代名关心 昨天下午台铁火车在行经十分步步隧道的时候 居然遇到一对母子躲在里面 还好火车司机反应很快 才没有造成意外 台铁要在6月30号开始增加苏澳到福龙段等60个车站 开放电子票券服务 未来整个西部干线都可以刷卡搭车 更多新闻内容马上回来 好一回到新闻现场 要来看到就真的太危险了 昨天下午台铁火车在行经十分步步隧道的时候 居然是有一对母子躲在里面 把车上的乘客都吓坏了 那还好每天驾驶火车来回的司机反应很快 而且游客也不断的提醒 就马上慢速停下来 才避免发生意外 实在是很离谱 台铁内部发现从101年到现在 出现了24起带刷卡事件 那他们是用脸部辨识 但是呢就有员工 它是用智慧型手机的拍照功能 互拍照片之后带刷卡 台铁游在6月30号开始增加苏澳到福隆段 苗栗到云林总共60个车站 都开放电子票证服务 所以未来整个西部干线都可以刷卡搭车 在杜拜原名男子在马路上把四轮汽车当成两轮开 但是耍帅耍过头了最后是被开罚400万台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五间新闻 我是陈轩如 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